NBA拓荒者双侠里拉德,麦卡伦今天合拿62分,雷霆包含魏斯布鲁克等人手感都不佳,拓荒者最终114比94击败雷霆,收下季后赛二连胜,是目前在系列赛唯一以2比0领先的球队 美国直篮NBA西区季后赛首轮赛事,第三种子波特兰拓荒者,今天持续在主场迎战第六种子奥克拉赫马雷霆,前场比赛拓荒者留下胜利,在系列赛率先开胡 今天雷霆在首截靠末段一波11比4攻势,以31比26领先拓荒者,次截两队持续拉锯,中场前15.5秒 施洛德,Dennis Schroeder,两罚中一,雷霆仁以54比51领先3分,但拓荒者半场结束前握有最后一波攻势 李拉德,Damian Lillard,在切入吸引包夹后传出,埋伏在外的麦卡伦,CJ McCollum,砍尽压哨的3分球 让拓荒者半平比分,双方以54比54战成平手 下半场的比赛,两队一阵拉锯后,塞斯科瑞, Seth Curry,在第三节结束前连标两季3分球 让拓荒者将领先拉开到12分,接着李拉德又在第三节即将结束前,带球推进到前场 一个后撤步晃开防守球员,砍尽一季压哨3分球 让拓荒者以91比75领先雷霆16分,第四节拓荒者稳住领先,最终以114比94击败雷霆 今天再拿下胜利,拓荒者在系列赛取得2比0领先 两队接下来将到雷霆主场进行系列赛第三战,第四战 雷霆本场比赛3分球命中率低迷,全队28次出手指头进8球 命中率仅益乘78,双枪之一的魏斯布鲁克今天虽有14分,11助攻入带 但3分球6投一中,整场比赛20次出手指命中5球 命中率并不理想,都是球队吞下2连败的关键因素 拓荒者双侠里拉德,麦卡伦今天分别攻下33分,29分 哈克雷斯,Maurice Harkless,也收下14分 雷霆的乔治,Paul George,魏斯布鲁克,Russell Westbrook 这场比赛分别拿下27分,14分,亚当斯,Steven Adams,则进仗16分,9篮板